2023年4月9号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A股下周策略会 好按照惯例 我先亮明观点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要结束调整 方向选择的时候 热点轮动快 重点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不破五日线持股待涨 破了要捡出来 把资金往那种低位有拐点的标的上 往那上去参与 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还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别被市场边缘化 那我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来 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发现 这组数据是这样表明 大家看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能量表格 那么上一周 这个位置显示的是动能向上 大家看 所有箭头都是向上指 而且成交量放大 四天成交4.82万亿 那一天都成交1万2 那是不是够多 咱只万亿呀 那很大了 而且上证指数看到没 上涨了1.67 比上一周还高 那创业版也是上涨1.98 比上一周也高 科创版还大涨了7.45呢 而且上涨加数看到没 是2500多加 下跌的是2400多加 大家把这个茬记住啊 这个茬我特殊点一嘴 然后这个位置上涨超过10%的 有268家 比上一周也多 下跌超过10%的 有27家 比下周少 所以箭头都是向上的 上涨超过6%的 有615家 下跌超过6%的 有152家 比上一周也少一半 所以所有箭头只向同向 共转向上 这个就叫做动能向上 但动能向上的同时 我不刚说到这吗 上涨加数有2500多加 下跌加数有2400加 这里跟上涨这么多的 很不匹配 这个就是涨跌差不多余 那这能代表啥 代表着分歧在加剧 同时短线看 震荡在加大 这不都是涨跌互线吗 也就是涨的比跌的 刚刚多100加 如果按平均值就多出50加呀 朋友们 所以说这个里面 还有一定的赚钱效应 你瞧大涨超过10%的 和大涨超过6%的都有啊 这就证明什么 这证明这个里面震荡再加大 那么中长线看啊 咱指的是趋势方面 这是一个向上趋势 那么有投资价值 短线这个位置 它只是一个震荡加大 所以我们给这例配着 这就是能量表格图显示 通过这样我们不难发现 动能向上 分歧加大 而且短线看震荡还在加大 那中长线是有投资价值的 那现在即将要横盘结束的时候 主要的就是方向要选择了 重点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如果不破五日线 那持股待涨 好东西不多 别卖飞了 破了的一定要把资金减出来 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同时还得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别被市场边缘化 一旦被市场边缘化 看着别人赚钱 那比自己亏钱还难受 来我们再从消息方面说一说 欧佩克减产 现在这是一件大事 而且要减产到今年的年末呢 那未来到年末时间段 这缘由可能波动要更大 第二个就是芬兰 芬兰现在入北约了 成为第31个北约的成员国 那这个入约也就是要东拓什么的 这个不是什么好消息 再说大洋彼岸 它提出了有史以来说最严格的 叫汽车减排规定 你看人那个地方 不要求什么都搞纯电动化 或者是说燃油车不要卖 他拿这个标准来卡 这个更狠 所以目的就是为了 刺激电动车的这个销售 那再说国际粮农组织说了 全球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 粮食价格在下降 这个是双刃剑 再说Chat GPT 4.0 暂停服务之后又开 那么实际不是说它开与不开的问题 这个里面是那些大恶大佬们在博弈 我们得看看未来博弈的结果到底能是啥样 这个会影响市场走势的 那好再说说我们国内的消息 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环岛军什么演吗 已经开始 这个是规模很大的 大家要懂是啥意思 这个咱们不能评 说一个中法签署了联合声明 一共是51条很振奋 另外中法又签订了我们中国造船业最大的一笔单子 210个亿 就是人家给咱们那块订船了 船啊 咱们给人家订飞机 人家给咱们这订船 这不就是理想往来吗 对呀 生意就是这样 不是说一头抗热 而是说合作才能共赢 那再说税务总局公布了关于一二月份房地产 这个销售的一个数据 说由付转正 这是个大消息 另外呢 就是碳酸锂啊 已经跌破了25万美吨 现在有的都达到22万左右了 那么碳酸锂一下来之后 影响的不单单是新能源行业 新能源车 这是代表着一个新生事例 看看这个位置 洗牌是什么样的结果啊 好 再说券商 净准 它不释放流动性将近200个亿吗 所以下周啊 这个位置还会有波动 上周五的时候 你看券商给那块卖葱式的上涨 这都是在显现 给券商释放流动性 这个是个大利好 那再说中物联 预计呢 四月份我们的大宗商品 还是在去库存这一块 但是 现在已经在持续稳定一个向好的态势 这是个重要表述 那再说 市场对年报和一级报 这个关注度在增强 我们也得把目光往那上投一投 好 我们从技术角度上来说一下 技术角度 大家看 日线六连扬上证指数 而且周五收盘价3327.65 当时我在讲 如果当天收盘价在3328.39上方 这个位置就要出现顿化 一会儿我再单说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周线我们上涨了是1.67 周线出在一个四连扬阶段 大家打到周线来跟我看一眼 周线四连扬 那周线四连扬 这个是上证指数 这个位置啊 我们把连线作为看一下 下面这个是10月初的低点 2885 这里是12月份的低点 12月23号嘛 3731点 作为连线 这是个上升趋势线 周线在上升趋势这个附近 证明上上趋势没有改变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这是上证指数 那创业板 和科创板这些东西呢 也是 你看创业板 周线三连扬 大家瞧 以创业板为例 创业板周线是三连扬啊 科创板这个位置 看周线 再看科创板 科创板周线 大涨了是7.4级 来大家看 这个周线大涨了7.4级 这是四连扬 实际呢 不光是双创 他们都已经走出一个不错的态势 证明这个位置 周线呢 就是中长线 仍然没有毛病 有投资价值啊 我们从日线上对比一下来看 日线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呢 虽然说我们看 它是出现一个四连扬 但是上证指数这个位置 在3300点突破之后成功站稳 而且这种站稳 上方呢 现在又出现这块高点了 大家瞧 上方这个高点是个什么状态 上方这个高点 这是之前 这个位置有一个 3342点 然后下面出了一个顶背离结构 顶背离已经过去24个调整周期 那创业板在这个位置 也是也有的一定的程度啊 它也有连续上涨 你看科创板连续上涨这么多天 创业板在这个位置也是连续 给这连续的啊 咱只能做出回软呢 从这这不也涨了13天吗 那么不光是这些 实际他们呢 就包括创业板 他们是从上面下来的 大家要理解这一点 科创板是啥样 你看科创板现在又连续上升 而且科创板在这个位置 又逼近了 前面有一个高点 我缩小一点 你来瞧 这不又逼近前方这个高点吗 那前方这个高点 到现在上涨了 这个位置从第一到现在涨了20%啊 那可真是不少 这是啥地方 这不是去年8月份11 8月11号附近这个位置 见过高点吗 就是这里 现在又反到这了 那么科创板也涨了这么多 逼近前方高点了 这不是1176点的附近吗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再看 现在的关键的问题呢 是指数之间不太协调 你瞧 以上正指数我们看 上正指数这个位置 我刚刚说过 前期这个位置是高点序列 高点的结构 大家看 这不是3342点 出现一个高位的顶背离 这是高点结构 高点结构对应的这个位置 应当有24个调整周期 那到上个周五 这已经调整了23个周期 按24个这么算 那本轮的调整 是不是即将结束了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 这个周五这一天 虽然我刚刚说过 大家记住这个茬 3327点 说如果突破3328.39点 这个3328.39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3月3号这一天的收盘价 如果现在要是突破 它的收盘价 就会形成高位的一个顿化 那么上方这个位置 大家瞧 缩小一点 上方这个位置 又出现了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是哪儿 3341到3354 就是去年7月份 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 那么就形成了 对本轮的上方 形成一个向上的压力 那么上方有压力 而且对应的看什么 大家瞧 对应的这个位置 调整又要结束了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可能会产生二次调整 你看这个位置 又要出现一个顿化之后 遇到压力 如果回答的话 是不是又要出现 二次一个高点结构 如果回答 那这个位置又会出现背离 背离不就是高点结构吗 而且周一的时候 要大概率形成这个位置的顿化 因为收盘只要在3300 这个3328.39点上方 那就是高位顿化 那么上方这个呢 刚刚说过 这个黄色线 3341到3354 这个13个点 跳空缺口 又是个压力区 同时这个位置 大家看 从3月7号 现在呢 这轮调整 这是24个周期 到周一 到周一的时候 那就到点了 时间节点到了 也就是这个位置 该选择方向了 大家听明白吗 这几点 累加到一块 就是说下周市场 很热闹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当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指数之间不协调 为什么 我们看这个图 大家瞧 这张图怎么表示 上面这个颜色线 是上证走势 下面这个单门的褐色线 这个是创业版 那么我们不光是上证指数 和创业版之间 和深层指和科创版 现在呢 上证指数属于高高在上 这不是一直在高高在上吗 那么像这个创业版 看到没 它跌回来呢 这是啥意思 看一个向上 一个已经跌回来了 这不就是指数之间不协调吗 现在不单是四大主持指数之间不协调 那么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 他们指数之间不协调 引来的未来的一个趋势问题 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就得想办法协调 如果不协调的话 它不容易形成同线共振 那么上涨的契机就不容易捕捉 一旦这个位置啊 咱们说上证指数 借着刚刚说的 你看日线周期 这个位置不形成了一个 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吗 也就是上面要出现一个 一个高位的顿化 顿化之后呢 就会出现顶部结构 如果稍稍向下一跌 那么就是顶背离 顶背离顶部结构 那么面临的这个位置要有一个调整 如果它要往下调一调 然后呢 创业板呢 和科创板还有深层指 他们在这稳一稳 是不是他们之间就会指数上 往一起一够 哎 那不就协调了吗 所以一旦指数之间形成同向共振 这个向上涨的这种契机更容易出现起爆点 这个是关键 综上所述 我的观点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这个位置要结束调整 而且选择方向的时候 热点轮动快 重点把握好我们手里的品种 不破五日线持股待涨 一旦破了减半 出了的资金 往那种低位有拐点的地方 你看现在很多股票起来 不都是给第一位往上拐吗 这就是我们既不参与下跌调整 又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不被市场边缘化 省着人家一赚钱的时候 我们看着啊 还等着回本呢 那真是看赢赚钱 比自己亏钱还难受 好了朋友们 我是股帮 喜欢股帮的加关注 明天我还有早播报 我会把晚间 还有到明天早晨之前啊 外内盘的一些消息 一起梳理好 跟大家分享 梳理好 分享的东西 你要看了 能节省四五个小时时间 因为我一直在复盘 好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到时候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朋友们 本周策略会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